好,今天來做下一個練習 圓弧的外側 所以你要畫一個圓弧 它的外側跟這個直線 還有這個圓弧 相切 所以這個圓弧應該會長在這個地方 那你顧名思義 要在這裡找一個圓形 這樣切 跟這個切 要怎麼做呢 找這個圓形 這個圓形一定是距離這裡 除了這裡的半徑 再上這個半徑 所以 就先從這裡圓形 畫一條線 從這裡 這個圓弧的圓形 隨便 畫一條線 然後取這個R R20 因為這個R20 看到R20 必須從這個地方再往外推 所以我就是要找到這個半徑就對了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這個長度就是這裡的半徑再加上這裡的 那我這樣再 以這個為圓形 假設這個圓形我叫做O 什麼為半徑,剛才畫的這個點 這裡是半徑 這裡是半徑 這個半徑 將會寫著我們找到那個圓弧 類似這樣 這個小圓弧,圓形一定在某個圓周上 好 接下來 AB這條線 也要畫一個圓弧 在這邊 所以他跟他距離應該是半徑 R20 這個地方 所以我又量了一次 那我就以B點這個點 對不對 就剛才的R20畫一個圓弧 我要找到 距離AB線段 R20的平行線 OK 這時候用那個 會讀儀 畫一下 OK 有沒有看到 切點 這個距離也是R20 所以距離也是R20 那他們之間呢 就會找到一個P點 這個P點 如果你用R20去畫 就可以找到 相切的圓 跟這條直線 的一個圓弧出來了 所以 這樣的話 好 再加強一下 好 這裡 再加強一下 這個圓弧 外側 切這個圓弧 開這條直線 所以這就會一個很Smooth的 那些角色 這個圓弧 走